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狂人 大家好 我是朱恒 我是EastarProG2 天呐 可能就是 我们的嗓子会有些哑 因为我们刚刚看了一整个 BO7加巅峰对决 刚刚那局比赛实在是太过于精彩了 太激烈了 太激烈了 当然这场比赛火爆对军 武汉EastarPro也来了 一天两场BO7的感觉真的蛮爽的 而且好久没有见到巅峰对决了 OK 进入到今天这场比赛 怎么说 我觉得第一局 第一场BO7 其实我觉得XYG 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挑战者接王者 对 打出了这种风格 打赛出了这种自信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火爆 今天也在这个海报上自嘲了 可能是那个倒霉蛋子 但是他先说了一个点 火星火为首 是 他后面也说了嘛 就是糊涂了 不是我说的 也是有 就反正今天火爆打好 就把最后一横捂住 对 不重要 看前几条就好了 对 看前几条就好了 是 对 而且我昨天跟奶茶发消息 我说今天看你表演 然后他说别看我表演 看我爆炸 但是问题也很简单嘛 就是武汉伊萨Pro 作为我们近期的一个冠军 这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 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在这样的一个场面下 其实他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他们承载的压力也是巨大 而且在这次其实 雪麻赛阶段 我觉得火爆的发挥在 B.O.E.整体上来说是非常不错的 对 不管是他们这个 封杰 是用道德孙上香药 还是说我觉得美局这个奶茶 在B.P.这个阶段的排兵布阵也好 其实整个雪麻赛都是打得非常不错 但是B.O.E.到B.O.7了之后 不要看他的一个赛制变化 队伍没变 但是是一个全新的赛场了 是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一个今天也要看看火爆 在B.O.7当中的一个状态到底如何 而且很考验英雄词对于选手来说 而且秦源做我的老队友对吗 我非常坚信他的英雄词是够用的 因为现在中单的话 你会的英雄要蛮多 因为你要符合队伍 要给队伍很大帮助对 没错 但是我上一局B.O.7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包括中路林梦出道的一个袁哥 对 袁哥这个英雄我非常地了解 因为我自己也经常玩 我也是一个国服袁哥 没问题 小加索 好 然后 我觉得当时他出道袁哥这个英雄 给我很大的震惊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赛场上 其实有一些蛮有用的英雄 其实他现在还没有附击到赛场上 我觉得教练们可以去多多地去发掘一下 就是队员的英雄词 其实他们可以玩到一些 就是比赛中非常有用的英雄 就是他平时玩得很好的英雄 可以打出自己的作用 对 所以最关键是 你能否拿出这套体系 在场上发挥出作用 而不是说这个英雄冷门 我就不选他 对 来看一下双方的战队数据对比 其实从数据这个层面上来讲啊 一个是2021年可以不要秋季赛的数据 一个是2021年可以假的秋季赛的数据 其实双方的这个整体的数据量是有一些些差距的 但是排名都是很靠前的 在场会赛打得非常好 是 而且这些数据就是看你打什么队伍 如果你打那种就是比较喜欢打架的队伍 这个就是相对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你击杀的数据就会产生一定的变化 是 数据是一个相对存在的一个东西 同样就是对于火爆来讲 其实近期的两场BO7结果都不是特别好 在圣德组第二轮对阵GX7的时候 是2比40不体跳入败泽组 然后又被HS4比0了 对 其实近期这两场BO7对于火爆的这个 我觉得压力是有点点大的 我是希望什么火爆可以通过 就前几天的这几场选拔赛 对 找到那种感觉再打回来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同样对于武汉Esta Pro来说 在那天抽签的时候 我们已经也调侃过了 那奶茶大战老东家 坦然大战老东家 对 其实奶茶教练对于 其实两边队伍的了解 都有自己一定的理解 所以我觉得今天他肯定能拿出 相对的阵容去应对Esta 等等 然后Esta的话我觉得SK就老一套 就是队员和自己平时训练的那一套拿出来就好了 因为已经很强了 这个点我不认同 你这么说 就是了解奶茶这个事情 了解Esta这个事情 奶茶在这五个人里面 他只带过花海 剩下四个兄弟都是从各个地方来到 坦然 冠军队伍 对 坦然他也是带过 剩下的你像他的下路装人组合中单 都是从各个冠军队伍来的 所以说这个点上 他们下路双人组是完全不熟悉的一个点 这个点就可以了 就可以打上一个名号叫做熟悉的陌生队 是有这种感觉 就是当然 其实对于花海的理解 包括其实近期几场武汉Esta Pro比赛拿 奶茶绝对是看了非常多变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在BP上能否克制一眼 看双方教练今天的一个决策了 其实通过上一场BO7 你可以感觉到 涛博跟XYG在前四局上的一个BP的活益 和自己的思路是几样不同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的前三把是很重要的 对 就是你像我觉得XYG 第一把打得那么辛苦 要有这么大坑 他们前面BP做得太差了 有很大关系 他让涛博玩得太舒服了 反正自己拿到了很难受的阵容 队员真的是拼了命才打到了联盟对决 但我觉得XYG 就是对于XYG来讲 他BP就是出了名的人 不会说是会露给奶茶绝对的 对 所以这场比赛的一个BP博弈 我们要通过第一局来剖析 然后看一下双方在今天的BO7 定的是怎样的一个顺序 到底想要怎么去进行这场波棋大战 同样其实对于这次的坦然来讲 因为给大家说个小故事 因为在这个KPL春季赛常规赛开始之前 就是我们有约一些教练去就是 出去可能沟通啊 吃饭这样子 当时正巧就遇到了奶茶 然后奶茶就一直在跟我们说 就坦然这名选手 是因为刚是从初届要回要回了一场 所以他非常了解坦然 他非常认同 对 他不仅非常了解 他还非常的认可认同他 对对对 所以今天其实我是觉得 奶茶也会作为这样的一个切入点 去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去琢磨到一些 自己毕竟也稍微曾经带过 但是编路现在目前的一个 英雄池的一个优先级 并不算特别高的一个情况下 来看怎么见到拆招 他们实际上上路更多的是 做一个抗压 所以说基本上会去打坦然的条路的 更多的节奏会围绕风节初节奏 所以说一切的一切 不是说是怎么去针对坦然 而是风节怎么面对 一针能够在前期打出来 他像在前面的一个BOE 打出来的那种压制力和节奏感 这就非常关键了 但是一针你掐去了 他就是个不怕这么干的人 一针确实在这个赛季 也成长得特别多 对线又很又稳 就挺难打的这个点 是 而且无人在意 而且一针抗压也没问题 对 对对对 就是他的抗压特别强 这个赛季 你要针对我 我可以让你针对 但是你要接受好我的反铺 是 而且包括其他中边的一个压制力 是给的非常的足的 是 在这场比赛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我们的这个赛前评论席 预测一下今天的比赛 4比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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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ar 4比0 火爆 Estar 4比0 火爆 来 开始 我说个4比1 因为我还是蛮相信风杰的一手孙上枪的 因为其实通过那几场选拔赛的感受来说 他们的中野 中转下的一个整体节奏 是可以占场面占据不错的一个优势的 OK 那么本场比赛是马上开始 让我们时间交给解说席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屏子 大家好 我是王大仙 欢迎来到我们的解说席 马上开始今天的下半场的比赛 第二场由武汉Estar Pro对阵到火爆 火爆在之前的选拔赛里面 已经给我们展现了他们的能力 对的 还有他们的一些绝活 比如说上香 是的 刚刚评论期说到了说上香 而武汉Estar Pro在KBO的总决赛之后 在这场比赛是这一段时间以来的 终于又首秀了 在挑战者杯的首秀 那么这一长段时间的休赛期 不知道武汉Estar Pro到底是精进了 还是继续保持了他们在总决赛的那个水平 但是不论如何 今天这场对于火爆而言 一定都是一场恶战 对 因为其实明面上面 大家都非常清楚武汉Estar Pro 现在的一个强悍之处 对 而通过火爆在上个赛季 也就是秋季赛整个K甲的表现来看的话 抛开他们在这个季后赛不谈 从整个常规赛来说的话 它是统治了 几乎是统治了 整个K甲的 对 它是K甲的常规赛第一 然后武汉Estar Pro的话 在KBO也是常规赛的第一 没错 两个常规赛第一 但是在BO7里面呢 我们也知道火爆在K甲的秋季赛的BO7 是让三追四战胜了MGO的 是创造了一个K甲的奇迹 在全局BP的赛之下让三追四 但是紧随其后的两场BO7呢 并没有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尤其是在最后一场比赛 是被零封了 被摔零封了 对的 所以在BO7的整体战力上来看的话 火爆今天是我比较担心他们 因为不知道在BO7 奶茶在季后赛结束之后 然后又经历了一个BO1 然后在中间一天的休息 紧接着到今天又打比赛 从BO7转BO1 再从BO1转BO7 他们是有一个越级的 是完全不同的赛制 我觉得这一点担心的话 在奶茶身上应该不会有 毕竟奶茶已经这么久了 从机械选手转过来的 而且的话它BO1的时候都是用一套阵容 它就用一套阵容吃分 而且这一套阵容的话 你不管是拆开还是组合其他阵容打的话 一下子是能够填满一个BO7的 没错 而奶茶和武汉SAT Pro 刚刚在评论席已经聊了蛮多的了 奶茶在17年春季赛的时候 就已经在武汉SAT Pro打辅助了 打了一整年之后 到了18年去带队 带国家队取得了亚运会的冠军 然后到了18年的秋季赛 又回归了武汉SAT Pro之后 就直起了叫边 开始执教这支队伍 而在这么多队伍 这么多选手里面呢 只有花海和坦然 坦然是他在火爆带的 而花海是他在E-SAT Pro带的 而下路的整个下半图 从中路开始下路的两个人 一针啊 包括清荣啊 包括子阳啊 他都不熟悉 对 他可能要后面再去做其他的功课 而这些功课的话 也只是在于这选手的个人打法 但没有一些就是 属于个人的一些喜好 还有习性上面 他可能不知道 是的 而从2020年的秋地赛开始 他就没有在武汉SAT Pro执教了 最后一届是执教了 2020年的春地赛 所以下路的双方组 因为我们知道 火爆的主要核心点 是围绕着下半区的 风节 对 围绕风节这个点 毕竟是K价 常规赛的MVP 没错 今天呢 我们也知道 因为武汉SAT Pro 是奶茶在下半区 其实比较陌生的一个存在 所以但是 火爆呢 又必须要把自己下半区做强 可能会在PP上更多的区位下半区去做 这是我的假设 我觉得你这个假设是可以的 毕竟武汉SAT Pro 它的下半区 都是无人在意嘛 我们常说的 就一针一个人可能在下路自己玩 然后的话 武汉SAT Pro主要是 围绕花海这个点去出节奏的 对 而从此呢 爆炸头啊 今天要去交手到的就是花海了 花海作为KPL的秋季赛 常规赛这家选手 以及总决赛的FMVP 今天爆炸头也会有很大的压力 而且两支队伍的打法也是截然不同的 对 因为刚刚说的无人在意 无人在意 火爆把重心点如果放在了下半区 那上半区一定就会成为 武汉SAT Pro的主战场 武汉SAT Pro通常都是把下路 一针一个人放在下面 而其他的点呢 都是围绕了花海 然后中路的青荣往上半区去打 如果下半区压力实在受不了的话 他可能会到下路关注一下 对 今天如果在武汉SAT Pro 他没有产生什么战术变化的情况下 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 一边是上半区压势 一边是下半区优势 是的 好的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在赛前 双方究竟有什么想说的 我们来听一段采访 无论之前取得过怎样的成绩 来到这里 就都是挑战我的身份 每次上场 我们都会全力以赴 抛开所谓光环的束缚 去捍卫以往取得的成绩 在K甲 我们打出了不错的成绩 恭喜火爆 四比赛 拿下比赛 让三追四 也经历很多变数 火爆也是锁定了 2021年K甲的第三名 战队也好 个人也好 失去的机会 重新去抓住就好了 让我们恭喜火爆 赢下了这一场比赛 这次打进的正赛 上来就面对冠军一战队 怎么也要跟两分下来 让他们难受一下 代表K甲队伍 去和KKO拼一把 还要跟以前的老熟人 好好碰一碰 和火爆的兄弟们告别的时候 就说过要在更高速相遇 我们都做到了 120天的陪伴 再见面已经是对手了 那就来相互检阅一下 分别是帮你们承担吧 挑战者就是要去以下客战 那就来一局吧 10大 听说你们很强 欢迎火爆 8期挑战 打火爆的话 比较有缘分嘛 毕竟南沙也带过我们 带过伊萨嘛 然后坦然之前 也是在火爆嘛 我们知道他们那个核心人物 不是那个射手风杰嘛 他是一个全局指挥 然后他操作的话也特别强 然后 虽然像人助力嘛 但是的话我们觉得 我们打他们的话还是 主要是做好我们自己吧 兄弟们加油 我们可以影响上比赛的 我觉得一针对线挺凶的吧 然后我也是挺凶的一位选手 然后就看谁能凶过谁吧 实话实说 爆炸头是花海的土地 爆炸头可能野区会落实一点吧 但是我要是把一针打崩的话 也就还好了 虽然他们是冠军的话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能 咬下个一两分吧 好 我们听完了两支队伍选手们 他们赛前的一些 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 自我看法和传说 更多的是 我们在这一季的挑战者杯 之所以叫挑战者杯 就是要展现出挑战者身份 对 就像火爆它是K甲的队伍 然后我们这武汉斯拉Pro 直接是KPO的冠军 对 而火爆这一次打到KPO 可以听到赛前采访上面 而且冯杰其实个人他只是想着 最多啃下一两分 也没想着到底能不能赢 就像火爆自己官博说的 拖到龙王算我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这场BO7的第一局的BP 蓝色方武汉斯塔Pro 红色方火爆 蓝力王还是贯彻了SK的思路 先把它搬掉 是的 BO7比较常规的 就是蓝力王送到范围了 已经不像BO1的时候 大家喜欢常搬一个西施 对 而搬蓝力王搬盾山 也就意味着 现在放出了鲁班大师和蓝 但在BO1里面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蓝抢的更多 尤其 武汉斯塔Pro 要一个胜率非常高的鲁班大师 对 而且鲁班大师的话 他可以去配合一个江子牙 来打一个弹弓 这也是跟他们在 总决赛的时候那套很像 一上来 想用这套来吃分 而火爆 在搬掉了乔离之后 自己在一二楼的位置 选择了一个版本 都是T1级别 甚至T1以上的中野 他拿沈梦西和蓝的话 武汉斯塔Pro 后面这两手就会是 娜可露露和江子牙 这是E斯塔非常喜欢打的一套 今天是出现了一点变数 选了一手劲 但是江子牙是不会变的 就是他们这一手江子牙的存在 就是为什么要选这个沈梦西 选沈梦西就是我能跟你最基本的 有一个对着poke的能力 对 E斯塔他这套队容 在先抢鲁班大师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两手准备 如果说江子牙被火爆抢掉了 那么他的第三手就是这个沈梦西 是 但是火爆并没有怎么做 还是选择了一个更为强势一点的 在前期能够拿到中线主导拳的沈梦西 而第三手的话则选了一个孙并 来去抗衡一下这个江子牙弹弓 在中期的一个爆发 靠他的二技能把状态给顶起来 这样的话孙并一个二技能可以挡一个弹弓 再加上魔女斗魂也可以顶 如果说他拿这种孙并的话 按照火爆原先BOE的一个打法 他可能是孙并 沈梦西 然后加一个坦边 再加一手苏壤枪 没错 但其实在打BOE之前 火爆在他们的常规赛 打BO5 甚至继续在打BOG的情况下 使用比较多的是一手鲁班7号 然后还有的就是敌人杰 和李源芳这种类型的射手 这把出刚刚你说的这几个射手 都比较畏惧这个弹弓 因为弹弓到后面不管怎么样 你肯定是要畏惧他的话 中期一定要提前做出魔女斗魂 但如果你做魔女斗魂就没有伤害 而我们都知道 风杰是一个中期需要吃钱 并且打出极高伤害来打节奏的 但是如果你限制了他的出装 他的节奏点自然就打不出来了 目前为止看下来的话 火爆这套阵容搭射手 他拿了一手鱼姬 因为有个劲在外面 他想了一点自保的能力 但是这样看下来的话 这个阵容还是挺怕姜子鸭的 那这把有没有这个可能 那搬掉了李人芳 搬掉了马可波罗 然后紧随其后的 武汉莎普尔也处理掉了一个弘亚 而他们在前置位又处理掉了公孙黎 所以下路放给你的就只有两个 一个加罗 一个是敌人杰 但是加罗的话 有什么东西做一个铺垫了 而敌人杰的下路是有点强势 但是鱼姬是可以在下路 跟敌人杰对抗的 所以这手鱼姬是站在了一个制高点 除非他出首约 但是不太可能 首约是不至于的 对 所以这手鱼姬在红色方的第四选 是选到了给到封杰 在下路有一个对线优势 那选择孙并的理由就是靠孙并的提速 来配合最后一手的坛边 跟蓝和沈梦西去打一个强生后排 他这样就变成了孙并加吕夫的大招经典配合了 对 这套组合的话 如果 因为它是火爆 我们可能如果比如换到佛兰GK 包括武汉伊斯塔Pro自身 当对方出现到弹弓组合的时候 他可能会选择出像鬼屋子这样的英雄 来去打一个强冲 但是其目的都是一样的 去对抗你的弹弓 打冲脸阵容会比较舒适 但武汉伊斯塔Pro他最后一手选了一个下路盾 他也把自己的上面头的强度也瞬间提上来了 迪斯拉就是这种拿得很强势 他除了中路位置上江仔可能稍微要弱于沈梦西在前期的时候 但他知道这种主要体验在中期 大家在中路来回拉扯的时候 他可以把弹弓的威力打出来 而孙并这个点的话 他虽然说有一个二技能 有二技能可以瞬间的去时光倒流一下 抬一下自己的状态 但是 你也就都抬一半嘛 而且你预判不好 你预判不太好 预判人家弹弓的一个出来的方位 对 人家都是藏师爷打弹弓的 这把火爆他的一个对抗路加上 一个发育度全都是偏后期的 是非常后期的英雄 意味着如果前期 这时候沈梦西加这个蓝 没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盘起来的话 中期会是他们最难受的一个阶段 其实整个火爆的上半头来讲 除了沈梦西是一个中路的强势点 但是他们的上也都是需要发育的 包括蓝在这个版本也是一样的 对 因为就拿吕布他前期的一个坦度来讲的话 他可能在四分钟左右就要开始 把对抗路的经验放给蓝去吃 然后自己跑到中路来去顶个视野 毕竟自己家是个孙病 对 视野必须得只有吕布来开 但他遇到的又是对方的减双抗 对 人家一个敌人节的黄牌加姜子牙的一个一技能 这两个双抗一减 这吕布真的站不住 对 但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夏侯敦 我们再把坦然的这个位置拿出来再一看 这夏侯敦在前排好像能站很久 因为火爆这套阵容是没有减双抗的 而且夏侯敦的话它是有一个二技能护盾 对 因为护盾可以去抵消掉鱼姬和沈梦希的一部分伤害 再加上鱼姬它没有个三四件套 是不足以来正面跟武汉E Star Pro这套阵容来打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武汉E Star Pro这套的强攻阵容 面对到火爆这套中后期发展的阵容 究竟谁能够在自己应有的强势期 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是武汉E Star Pro 在前中期就将火爆给压制住 还是火爆安稳地度过前期 来到自己阵容的强势期 打后期去跟武汉E Star Pro一决高下 进入双方BO7的第一局 蓝色方 武汉E Star Pro 红色方火爆 我是瓶子 我是王大仙 看一下开局的分线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中线的第一波争夺 沈梦希肯定会拿到手 可是这个版本又不是很合适 打第一波野区入侵 看看紫阳这里鲁班大师 有没有那种用血量去换献权的想法 夏侯敦过来了 坦然先帮一手 然后紫阳的话是尽可能的在吸收一部分伤害 对 黎洛也一直都在点紫阳 紫阳把强化普攻打到了秦元的身上 但自己也被黎洛挂上了一个炸弹 黎洛追着点 把紫阳点到残血 那紫阳要回家了 这时候秦元加上杨阳两个人直接进到野区 去影响花海的发育 但花海还是拿到了自己的双雄和蓝buff 这个开局实际上就是紫阳用自己的血量 去影响沈梦西倾限的一个速率 对 让沈梦西有一部分技能都是交在他身上 嗯 花海的第一视角 不然 因为是这个赛季KP要限定的劲的皮肤 对的 中路的河道之灵还是被爆炸头给吃下来了 对 因为他们知道阵容中线权在手里嘛 包括刚刚紫阳被打回家了 所以在一分钟的这个时间内 紫阳是赶不到的 但这波状态稍微被打掉了一点 还要塔下有个血包 可惜他们损失了中路河道视野 下波线的话 情缘就不太好强了 坦然已经靠过去了 坦然只有夏欧敦前期打吕布 他是有一个优先期限权的 所以就可以频繁的往中路靠 嗯 那第三波线被武汉Estar Pro控到手 这时候花海过来把人逼退 第一段一技能没打中 打中的话这波可能会直接两段上去 打一波状态 再接一个大招 去消耗一下爆炸头 是的 因为十秒之后就要刷龙了 上路这波线没有拿到手 这局是一个双抗龙 双抗龙的话打起来 说实话是有点慢的 如果没有一个万全准备的话 哦 是个头龙 哦 头龙 头龙 不是双抗龙 双抗龙颜色要更深一点 对 头龙的话就是龙坑处 会有一个阳光普照的特效 对 这波是直接放了上线 夏侯敦到了中路来 然后卡住了中右草 上路的线交给了花海 下路这一波弹弓 直接拨到了封杰和梨洛 这波是属于打下路状态 然后让花海吃上线 是准备放龙 然后让花海去发育 不准备要这波龙了 第一条龙被火爆拿到手 伊斯大普罗他们在看到火爆下路双人组这里打得很凶 已经把武汉伊斯大普罗这边一针一个人了 直接压在塔下 所以说他们就不太好去打第一条头龙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四楼的位置提前做好了 搬掉了马可波罗 搬掉了公孙李 也处理掉了李源芳之后 给了一个敌人结 用鱼姬来对抗 对 这波进化解掉 这一条链子没有被紫阳拉回去 而一针也被打到了残血 那一针下路要持续被压着 嗯 看鱼姬能不能影响到他回家 中路 不到这里的第二条被花海控下来 这波将紫阳再过来一个弹弓 又拨到了杨阳 但是下路火爆这里的话 是没能让一针回家 还要转推下塔 可以消耗一手 虽然说防御塔保护机制还没消失 但这个防御塔能被耗一半了 江子牙已经跟了过来 再一键 这一波伤害直接跟上 江一针给带走 火爆拿到一血 凤杰这里鱼姬跟沈蒙希的一个配合 两下消耗技能全部打中 对 可以看得出来 火爆确实对于下路的关注度很高 这一波 大招强制唯一走 再规避掉一个链子的控制 但是江子牙跟上了一个弹弓 剥死了爆炸头 清荣拿到击杀 火爆在中路打的话会非常难受 嗯 中路有江子牙在 对的 中路的话可以像紫阳这把鲁万大师的一个活动范围全是在中路 对 在中路这一块就是想和清荣两个人频繁的去打弹弓 去消耗 尤其是沈蒙希这里的一个状态 去影响沈蒙希的节奏 无人在意的局面又出现了 是的 下路的伊塔已经快要没了 伊珍今天依旧如此 是的 伊斯拉在面对火爆这种以发育路为核心的团队的时候 还是选择继续他们以往的这种打法 嗯 时隔一个多礼拜没见啊 伊珍还是那个伊珍 武汉伊斯拉Pro也还是那个武汉伊斯拉Pro 下路的防灭塔 风姐只要过去摸一下就可以了 对 那么其实火爆今天还是有点机会的 对 因为两边的队伍的打法风格是有点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一边是围绕发育录 一边是围绕打野 嗯 因为武汉伊斯拉Pro最想看到的是对方跟我的节奏走 对的 这样的话武汉伊斯拉Pro上半区拿到优势的话 就等于是整盘都全压着打了 对方了人家下半区是个优势路 哎 而上半区的话因为火爆这边放的是个吕布嘛 所以上路你也不好功课 主要是火爆它的中线权也没有落后太多 对的 你弹弓虽然说中气的时候可以速清线 但是弓西清线一个人也是完全可以的 没错 哎 这一波做出了一个换线的处理 火爆调集了四个人往上半途走 想要给上半途一个半血防御塔压力 而把蓝爆下头放到了下半区 去带线 对 而且封杰在转到上路之后 紧跟着就可以开始吃红buff了 可以加速一下自己的发育 他还在草里蹲着 封杰一看不对 而且黎洛这个位置 黎洛这个位置 以一个反向走位 二级的已经开完了下半区直接跟上去 一个大招定到了黎洛 再加上一个弹弓 这波人头是给坦然拿到手了 而且塔下的封杰一技能把兵线给清掉了 黎洛这个孙斌实在看视野 但是看着看着发现人之后发现自己的位置不对 偏向了武汉E Star Pro那边 因为他在看视野的过程中 看着看着发现坦然去把他 就是从河道往上路转的一个位置卡住了 对 他只能寻求从武汉E Star Pro的塔后面绕出来 看能不能有一线生机 因为他身后是跟过来的紫阳 前面是坦然 但是他并没有想过的是花海已经提前蹲好的墙边草 而花海的那个墙边草实际上蹲的是风节 他并没有想那么多 会有一个孙斌从我家E塔后方绕出来 黎洛也是一个无奈之举 没有办法 没办法 没地方走了 嗯 现在看E Star怎么去面对火爆的这个带边阵容 因为火爆这个阵容其实他带着带着 边路带完也就停下来了 节奏就停下来了 是的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中路上 是的 他还是要跟武汉E Star Pro在正面接团的 这个团正面的团战是避免不了的 但是火爆这个阵容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好拉扯 毕竟有一手孙病 对 接下来一波中路的武林团可能会比较关键 火爆如果在接下来的一波中路抱团跟武汉E Star Pro 抢线的过程中能打赢一波武汉E Star Pro 那么他们中期的一个困难剧就可以度过了 但是现在武汉E Star Pro不着急啊 不怕火爆不接团 你不接团我就一直拿头龙 只要头龙拿到弹弓组合加头龙 一个大招现在情缘就已经掉一半以上的状态了 对 他们现在会让火爆这边的中路中线打得非常的难受 而火爆的处理就是中线我就不管 我就开始运双边线 然后去给到你中塔的压力 紫阳这把没有出封灵啊 他出的是一个救赎 他不好去抓边 他要去扛一下 扛一下真正打团的时候沈蒙西那一颗大招的伤害 弹弓这波没有中 现在开始保着一针 把一针边线带过来 然后在中路继续去抢夺火爆的中路的线权 中路的视野拳 让这波被开一下大招 直接回头跳 吃黄牌 再吃点头龙的伤害 半血了 看来这个蛋没有中到情缘 这个弹弓波到了 又中了 这把清荣前期弹弓的伤害有好多波都打到了情缘 但其实对于火爆来讲的话 就看他中路能扛到什么时候了 又来一个弹弓 哇 情缘太难受了下落 打野位置的黄尘PK 但是花海直接冲出了镜像圈 把爆炸头逼走 爆炸头这一波已经没有了大招 表另一边的风杰 同样打得也是非常的凶的 可惜自己的这个位置 闪现过去给一个一技能 但自己是走不掉了 可是他把清荣给留了下来 被卢伯纳斯大招给拉了回去 人头被紫阳拿到 一换一 真的像风杰自己所说 他的打法非常凶 中路又打起来 爆炸头推回来 二技能再挂一下 紫阳闪剑被逼出来 吕布一个大招直接跳起了坦然 但坦然回头也给了一个1 敌人杰直接跟上去 花海在人群里面开了个大招 直接逼退了 黎落之后再换个位置 火爆这一波的挑战也打不了了 双方交手完了以后 没有爆发人头 夏侯顿还要打吗 蓝二技能转一下 但是在旁边大招推回去 卢伯纳斯有一个链子直接拉回了一个 夏侯顿坦然再回头一个1技能 将爆炸头留在脚下 残血撤退 坦然好顶啊 这不好肉 坦然是真顶 原来以为一波团打完了 但一波团打完了同时 夏侯顿的技能是好得很快的 他第二套也就位了 直接上去留了一下爆炸头 然后爆炸头索性就大招反推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武汉SR Pro的人折回来 要去救一下坦然的同时 击杀掉了爆炸头 爆炸头心想你应该不会跟我打了 双方都走差不多了 但是坦然的一个回头 因为他身后一定会有人 对的 这个槽 蹲了一下 巴海先造一个弹杀 将李洛给带走 罗伯拉斯给个链子救一下 吕布直接跳下去 杨调到了三个人 宇宙再回头给一箭 但伤害不够击杀掉敌人杰 而杨阳的吕布已经扛不住了 提前倒下 这就出现了火爆中期的一个困境 中路爆团打不过 就是打不过 而且吕布坦度不够 开视野不好开 对 而武汉SR Pro 他们都不需要让夏侯顿出去开视野 来看一下花海的这一波单人技杀 站在了一个草 草的边缘 然后吕布想探 没探到 对 他发现草里面没有人 但实际上是有人的 花海这一波 教了一下小细节 蹲草不蹲 不蹲草中间 一定要蹲边边上 对 经济的话 2000 2000经济差对于火爆这支 后期阵容来讲的话 是能接受的 嗯 但依斯大 他们现在 是十分钟之后的头龙拿到手了 对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 大经济差的一个领先了 没错 而且清荣现在是已经有了帽子 他前面的话是小头龙 再加上没帽子的江子牙 现在是大头龙有帽子 暗影暴君头龙加江子牙 两件套 这个吕布 看这个来了 再来 一个弹弓直接剥掉 进在进场收割 将鱼姬和孙斌全部带走 一波零换三 这就是效果 中路的一塔也保不住了 什么期先给一颗雷 压一下兵线的状态 再用一技能把兵线给清掉 把自己的二塔保住 这波打完以后感觉火爆有点 很难撑到自己的强势器 对 但爆炸头已经做出了纯性仓球 蓝在这个版本的核心装备出来了 看完他核心装做完之后 火爆要么就在这个阶段打一波团 你一定要赶在武汉IstaPro 魔女斗篷还没开始做的这个阶段 通过沈梦希的一个强势器 和配合蓝刚做完纯性仓球的这一波 但你刚刚看完了清荣的那个弹弓之后 你觉得沈梦希还有强势器吗 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一个机会 如果这波团能打赢的话 那还能拖一下 又来了 这一个弹弓直接劝退 中路二塔都没法守 这就是武汉IstaPro的弹弓 再来继续拨一下 现在真的能够扛住 就只有孙命的二技能了 孙命的二技能给的到位才行 但是刚刚在阵容出来之后 大线也讲了 他是很难的 人家是藏在暗处的一个弹弓 人鸣枪一朵暗箭难防 你是鸣枪他是暗箭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箭 而且你还必须要抱在一起 能够享受到孙命的二技能才行 对 这就意味着你孙命二技能没开好 抱在一起 就是一起吃弹弓 对 再来一下 夏侯顿直接冲上去 闪现逼出来 夏侯顿这波扛了一堆的伤害 没人敢上去留塔 而坦然几乎没怎么掉血 进冲进场 花海直接给了一个大招 逼退人 但是这个弹弓被走位躲掉了 只是为了压下路的兵线过来进二塔 二塔是可以推的 是的火爆全回家补状态了 再来一个弹弓 又拨到 秦云的血量掉了一半 这条龙被减速了的话 那么他只有可能和下路 后面又一条龙 两条龙可能是个会合的状态 双龙会合 这波中路先把孙命大刀给逼出来 沈梦西一颗雷也交完了 一阵没有吃到第二段的爆发伤害 两个链子走掉 再来江泽直接给大闪 逼退 雨季的状态已经掉了一半了 夏侯顿一马当先往前冲 但是龙没有进去 龙在打吕布 吕布的肉体在扛龙的伤害 江泽家用个大招封一下走位去掩护一下一阵撤退 但是中上的龙也到了 可是伊斯塔这一波选择回头去打野区的资源 没有选择再动这条龙去压这个黄玉塔 对他们去滚一片野区 把自己的经济再拉高一点 后面就等着50秒之后的又一条头龙 对因为现在才13分半钟 他们的经济已经来到了4万1的总经济了 而火爆只有3万4 这样的打法非常的扎实 是很稳 一点机会都不给 他们就这样让坦然往前面开视野 现在鱼姬的伤害虽然说已经有一个破晓了 但是他魔女躲篷还没做出来 而且还差一个竹子之弓 他得有魔女有竹日之后 他关键是他有竹日 他没默示他还打不动这个吓吼 对那就是得神装六件套 对所以他这个数据之箱到底是和默示 还是和竹日还不好说 得看他自己的选择 他想要输出环境 但他的输出环境好像也并没有通过这个竹日能够减少 因为轻荣的弹弓距离足够长 对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他还是要先把这个默示做出来 要不然真的点不动 先想办法把坦然血量压下来 对 如果没法压坦然的血量 那么坦然就可以一直在前面给到这里子阳的一个视野 让子阳好好的去掌握着自己一个弹弓 这一局要是这么正面主动动手 首先找坦然坦然大招交出来强制卫移撤走 而此时的WHP已经把这条头龙的暗影暴君拿到了 夏尔敦这个英雄开视野的话和吕布 道理是一样的 只要自己不想死亚跟不会死 对大招强制卫移都是相同的 再加上一个闪现 只是一个从天上走一个从地上走 那这把 而且我们看得到目前为止 WHP的团战伤害几乎都是清荣在打 不需要其他人 对 花海这一局从中期开始就做一件事代线 又来到了 拨到了前排后排的血量也掉了一半 关键吕布他还不敢走回去要直接跳大 是的 这波是有大闪的 是的 直接大招拨上去 嗜血闪现先秒掉了黎罗的孙并 孙并阵亡 下足的防御他只剩一丝血 冰线进到水晶下方 正好来自一个绕后的位置 想去动清荣 但清荣没有阵亡 有个名道在身 他还是被控了一下 不然都阵亡了 一波零化二 冰线进到水晶的下方 直接去摸水晶就可以了 破掉水晶 15分钟让我们恭喜武汉 InstaPro 拿下首局 稳扎稳打 非常稳健 在第二条头龙的时候就终结掉比赛了 对 预测一下这把清荣多少伤害吧 我感觉有50了 我也认为有50了 这一局整个就是看他和子阳两个人的表演 那你要说江子牙打这么高伤害 MVP有可能最终还是鲁班大师 有可能啊 弹弓嘛 我们都知道弹药库是江子牙 而弓 瞄准气 则是鲁班大师 好的 那么第一局比赛结束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林轮型 恭喜Insta 稳稳的幸福 主要是这一局的这个鲁大江子牙 没办法处理 一出来之后 其实真的是很难处理掉 对啊 选了个顺病 感觉无济于死 这根本不不了 这整个火爆它的一个阵容是 超前棋和大后棋是能打的 是 但是中间那一大段时间都是很难去跟弹弓对抗 对不过不了 然后刚好 是Insta中期很能打 就是刚好中期我就要把你黏死 对 你没有一点机会 是 对 然后 其实可以看到什么 就火爆其实在前期我就做得非常的好 不仅是空了第一条这个头龙暴君也好 还是说不断的去打这个转线 让鲁大和江子牙一直是疲于去转线的这件事情 这火爆前期处理的已经是非常的好了 但是中期实在是扛不住 头龙江子牙 因为真的没有解决方法 看一下这个阵容 它边路是个铝布 然后蜘蛛是个寸命 然后中单是个炸弹猫 说实话 他们这个阵容想要的东西也太多 但是丢射一点东西 就是他们也想Poke 但是 Poke不过 怎么Poke的弹弓呢 对吧 就你的什么是靠大招Poke的 我的弹弓的成本是多少秒一个 你的一个大招是多少秒一个 而且伤害不成正比 是的 我出个就是之一就可以 稍微就是抗衡你一下 所以说这个阵容的话我觉得 就我们这把可以看一下吗 两边的一个射手位实际上输出都不高 一个是4万一个是5万 但是大家看中单的输出位的一个对比 就是我们不看百分比 我们单开这个伤害量就差的太多了 是 这就是完全就是刚才橘子说的 可以Poke 但是Poke不过 真的Poke不过 而且没什么处理方法 你至少 吕布的话 你确实前期和后期 你都有了一定的基础 但是 奥不过呀 就是你没办法处理 你需要想办法去处理我这个东西 主要吕布也很头疼 到了中期之后 他往前跳 吃江子牙1 先看本局MVP 给到了紫阳鲁班大师 果然还是攻啊 就这个E-Star的鲁班大师加弹工一直是从两分钟开始就开始无限爆款 对 就一争该抗牙该抗 该抗牙 无人在意 除非你要死了 我的鲁班大师可能会要过去看你一眼 否则基本上就跟着江子牙一直打雪亮 像这种情况 这不单换还是漂亮 对 这波本来是自己一个被包夹的一个情况了 但是是没办法 就是尽量去一换一 但是这一波在鱼鸡死完了之后 直接是中路又死了一个蓝 然后那一波两个C一死 再加上这一波刚刚是9分多左右 10分钟左右的一波的一个红野区的一个团战 就直接就甭散掉了 对 这就是这一波 这一波是10分钟 新鲜的一条头龙 10分钟的暗影暴局 伤害太高了 对 对 江子牙这个阵容太好发挥了 没有威脅到自己的点 而且其实你会发现整局在武汉STA Pro 拿到阵容优势之后 其实局面就完全倾斜了一次打 来听啊本场比赛的羽银回放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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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鱼不去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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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キ нов 不高先不高 拿米斯的 随米斯 随米斯的 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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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铝布 铝布 我留到给他 来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我锁他了 来来来 一个一个招 帮忙打 打击班就好 下路线有 下路线 击杯铝布了 停了一步 停了一步 我有点幸福 还是熟悉的味道 他们这个语音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在说话 但是调理清晰 是 而且我觉得就是低盘 你站在E-Star角度 你给了他这么完整的一套弹弓 E-Star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打线下的一个比赛了 是的 上低盘让他们拿到 这么好操作的一个阵容 也对他们回复一个 线下比赛状态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对 其实第一场比赛 我发现E-Star Pro的一个整体状态 还没有回到 就之前打决赛的时候 那个 KPL决赛的时候 那个感觉 因为其实这场比赛 我们都很难去挖掘到 说同时进红区 或者我边线同时打你波边塔 就两个地方给你做选择题 这一场没怎么看到过 所以就是还需要通过 这个慢慢恢复 当然还是鲁大家江子牙 这套阵容这个体系 实在是太过于强势了 可以让他们迅速进入到 这个比赛的状态 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接下来对于火炮来讲 头会有点疼 要调整一下心态 或者说奶茶教练的话 可以去不像平时一样 因为如果像平时一样打的话 我觉得挑战E-Star会有点难度 我觉得可以换下思路 就是给 就是想想怎么去 处理掉这个E-Star就是平时打比赛的一些阵容 你第一次是放一些 放一些大招 对如果有的话 就类似的出其不易 对 要打一些 就是要挑战一些强者的话 我觉得是要打一个出其不易 然后是要选手 需要发挥 需要操作的 但我觉得火炮 他在第一盘展现的东西是他怕的太多了 雷能王队上一班 他又怕弹弓又怕大桥又怕弓顺利 因为E-Star这些东西玩得太好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把他们全部处理掉 一定会放出来 那我觉得换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难题就交给奶茶 究竟他是要怎么处理 我们稍微休息 一会儿回来